所以真心旺行 你要不把它搞清楚怎么个修法 生活用旺行 工作用旺行 待人介屋通通都用旺行 结果念经 讲学教学还是旺行 原地踏步没动啊 还是搞六大轮回 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真旺首先搞清楚 然后我们就懂得 真正修行 刚临是什么 张家大师给我告诉我 修学刚临 就是四个字 看破放下 看破帮助你放下 放下又倒过头来帮助你看破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就是互相帮助 越看得透 越放得多 学经教不能放下 不能把 所学的变成生活 变成工作 厨师待人介物 那是世间学问 对你修行的功夫 与丝毫的帮助都没有 学了观用啊 大臣教理的 总的指导原则 就是观经里面讲的 敬业三福 佛说得很清楚 这个三条 三世祝福 敬业真因 过去 现在 未来 所有 这一些 声文 原学 菩萨 修行 都不立这个刚领啊 最高值得原则 所以我们尽重学会成立 我是悬了五科 这五科就是戒律 我们必须承受的 第一个就散伏 散伏不但进途中 任何宗派都要修 头一个 校养父母 第二个 奉仕师长 校养父母笑啊 奉仕师长是敬啊 校亲敬思 这是大根大本 事出事发 都离不开他 那你不孝 不敬 得怎么信 那我就知道 孝敬是真心 忘心里头没有孝敬 孝敬在真心 我们的摄影棚 我们的讲道 都供奉老师的 一项 为什么 极畅 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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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家来看看 我们还没忘掉 我两次访问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 小城佛教 每一个教室里面 有佛刊 像我现在供的这个佛刊 斯里兰卡 就是全国 无论是小学 中学大学 教室里就有一个 觉罗 供佛刊 供佛 没有供父母 没有供老师 应当把父母老师 也供上去 那凡是到那里面 观光旅游的 一定就看斯里面 看到每一个讲堂都有 就会感动人 一两个讲堂 不行 每一个讲堂都有 大家就知道 你对这种事情 这么重视 根啊 根没有了 还搞什么 接着第三句 慈心不杀 修士善意 这第一条啊 真正的佛报是 叫三福啊 三种福 这个福是 世出世界 真实的佛报 从这么修的 消沁尊死是大佛报啊 对一切众生不能杀害啊 不能伤害他 修士善意 士善意是 不杀神 不偷盗 不借言 不妄语 不念舌 念舌是挑拨是非 啊 不念舌 不齐语 齐语是花言巧语 说得很好听 目的是骗他 不悟口 悟口是说话难听 让人听得起 深烦恼 活言 爱语 这是 神口 义 齐心动念 没有贪心 没有诚慧心 不愚痴 贪成痴 不贪 不称 不痴 一共十条 很简单啊 这是佛门的根本界 那么戒律很多 甚至成了一个宗派 也无非是把石山也扩大了 细说而已啊 这石山是杠零 在小城 细说三千位 三千条 展开 大城展开 八万四千 这不是总杠零吗 我们不专修这种 好像大学里有个学习 但是无论在哪一个法门里头 必须要学习的 就抓住纲铃就行了 这是根本的根本 没有这个根 上面全是假的 像盖房子 这是第七 基础 一百层的高楼 基础也不坚固 盖不上去 会倒下来的 那第二幅 是从第一幅上去 这是最底下一层 这是第二层 第二层 受持三规 居足中介 不凡为宜 这个居足中介 是指的三规五介 在沙密 在家出家 都可以 它有十条街 有二十四门 规移 规移是规矩 我们中国人讲规矩 要守规矩 这规矩好的 让别人跟你借出 深欢喜喜 对你赞叹 这就是我小臣界 第三条是大臣 大臣有四句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这跟我们净土中 完全相应 底下这两句 读诵大臣 劝尽心殿 大臣经很多 你只选择一步 一门深入 尝试寻修 为什么 是修订 用证方法修订 为什么要修订 自信本定 就是真心 是不动的 从来没有动摇过的 真心是本定 所以只要是定 跟真心就相应 那旺行不定 前念灭 后念身 这个念 我们叫念头 念头是旺行 那不是真心 因为念头是动的 不是近的 刹那生命 真心是不生不明 劝尽心的 这一句 是我们自己 学得到佛法的利益 要帮助别人 要劝勉别人 劝勉别人 是无条件的 只要他肯许 他欢喜许 就要全心全力 帮助他 成就他 让佛法有传人 世世代代 传下去 佛法要只靠这些人 发扬广大 所以劝尽行者 劝尽行者 就是修行人 无论在家出家 这种人不能 舍弃 要全心全力 照顾他 成就他 这是经业三福 你看 总共是一句 是句 对自己的 最后一句 是教别人 自己成就了 要教别人 阿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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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